回到警局 布兰达把辛迪传唤过来 他把克里夫的照片拿给辛迪 看问他是否认识这个人 辛迪说我认识克里夫很多年了 我们差不多每个月见一次面 我昨天还见过他 布兰达问你知道他是牧师吗 辛迪说不知道 不过你这样一说 我就知道他之前为什么会那样 他每次找完我都祈祷上帝宽恕他 布兰达说他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辛迪说你指的是穿女士内衣吗 那不算什么特殊要求 布兰达又问你用皮带勒过他的脖子吗 辛迪说我才不提供那种服务 他就喜欢玩变装 没有其他的癖好 警员问昨天你离开他的时候 他情绪怎么样 辛迪说挺好的 怎么了 警员说因为你离开不久 克里夫就死在了旅馆里 辛迪问他怎么死的 布兰达说现在还不能确定 目前来看他可能是自杀的 辛迪说克里夫不可能自杀 因为他很爱他的家人 他不会扔下他们不管的 布兰达有点惊讶 他问辛迪你知道他结婚了吗 辛迪说克里夫曾告诉他 他妻子接受不了他喜欢穿女装 所以才允许我来给他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布兰达简直是开了眼了 竟然还有这种婚姻 案件越来越复杂了 克里夫生前到底在那个旅馆房间发生了什么呢 根据克里夫夫人的口供 他们也核实到确实曾经有人从旅馆的房间给他打了电话 可通电话的真相真的像克里夫夫人说的那样吗 于是布兰达让警员调查了克里夫家里的所有人 在克里夫死亡前后的通话记录 这次终于被他找到了漏洞 于是布兰达把克里夫一家人全都重新叫到了警局 审讯是礼 布兰达问克里夫夫人 辛迪说他在10点55分的时候离开了旅馆 那时候克里斯心情还很好 可为什么11点02分的时候他就自杀了呢 女人说克里夫非常的自厌 他每次找完辛迪回来都会哭着请求宽恕 我真的不明白 你们为什么就不相信他是自杀的呢 布兰达说如果他感到很羞愧 为什么还要穿着女士内衣自杀吗 那他死了以后全世界不就都知道这件事了吗 女人一下子没话说了 警员接着说法医说你丈夫身上的伤口 看起来像是被人勒住脖子所致 女人说我跟你们说了 他从旅馆给我打的电话说他要自杀 布兰达说他没有 如果你还是一直撒谎的话 我就去告诉媒体你丈夫死的时候 穿着女士内衣和高跟鞋 所以请你告诉我 到底是谁在旅馆给你打的电话 女人问如果我说实话 你们可以对克里夫的是保密吗 布兰达说这我得看情况 于是女人说是我自己给自己打的电话 我就是为了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 是我杀了克里夫 于是布兰达逮捕了克里夫夫人 看到克里夫夫人被带走 她的家人赶紧上来询问为什么要抓她 布兰达说我不仅要抓她 还要以从算的罪名逮捕你们一家人 因为你们不仅互相包庇还销毁证据 之后布兰达又领着克里夫的大儿子 来到了一个房间 他把他们一家人的通话线路图给男人看 据你母亲说他在旅馆里给自己打了电话 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 45分钟后他又打电话给你的爷爷奶奶 然后你爷爷奶奶又给你的弟弟和妹妹 打电话回家取你父亲的衣服 可奇怪的是竟然没人给你打过电话 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旅馆呢 你是怎么得知你父亲在那里呢 男人说几周前 我父亲让我帮忙修教堂的电脑 我发现了一个隐秘的邮箱地址 发现有个应照女郎通过这个邮箱 跟我父亲讨论下一次的约会 我不敢相信 于是就跟踪了我父亲 布兰达问你是看着他入住的旅馆 然后又看着应照女郎来了又走了吗 男人说是的 他走了以后我去敲门可没人应答 等我打开门以后就发现我父亲自杀了 布兰达说他不是自杀的 男人说难道是那个应照女郎杀的他吗 布兰达说你父亲一个小师傅给他500美金 他为什么要杀你父亲 你母亲刚刚已经认罪了 我可以信他的话 但你真的希望是这个结果吗 如果你的母亲被判刑 你的弟弟妹妹就要成为孤儿了 听到这里男人终于说了实话 他说在我家 从小就被教育要尊敬父母 只要犯一点点的错误就会被惩罚 在我15岁的时候我父亲看到了一个 唱诗般的男孩写给我的纸条 我们两个当时很亲密 于是我父亲就疯了 他先是打了我 又送我去了军校 等我圣诞节回家的时候 才知道我父亲把那个纸条给那个男孩的父母 而那个男孩最后自杀了 所以当我昨天看到我父亲 穿得像个变态一样给我开门的时候 我就惩罚了他 我用皮带勒死了他 然后我打电话给我的母亲 我还特意让他穿着他死的时候的衣服 我以为母亲也可以知道真相了 可没想到他早就知道了 当他忙着给我父亲换衣服的时候 我突然间意识到 我母亲这辈子除了我父亲 从来没维护过任何人 有那么一瞬间我差点把他也杀了 听到这个结果布兰达不禁十分心痛 这完全是错误的家庭教育方式造成的悲剧 可不论什么样的原因 杀人总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也许没有人天生就会做父母 但请不要用自己的梦想扼杀孩子的幸福 有时候要将心比心 如果自己都做不到的事就不要强迫孩子去做 父母最应该做的是指引而不是束缚 被简直的花虽美但却会失去灵魂